公元前21世纪下起 建立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下 以后延续了400多年 先后经历了17位君王 末代君王夏杰 暴虐成信 荒银无度鱼肉百姓 滥用民力 治史田地荒芜 民不聊生 夏朝的百姓 对他痛恨万分 恨不得与他同归于尽 杰渐施尽人心 众叛亲礼 这时有一个教商的部落 却日益强大起来 商部落的始祖教器 大禹治水时器 曾在旁协助 并立下大功 顺将商的封给他 让他来管理 经过400余年的发展 到夏朝末年 商部落的第14代首领 叫汤 汤是一位历经土治的统治者 他对不足百姓仁爱 有加重视 农业兴修水利 使得商部落粮食充足人口 日益增多 同时 他还鼓励贸易 促进商业发展 大大增加了社会财富 就在夏朝的统治 江和日下的同时 商部落在汤的领导下 渐渐变成了一个强大的部族 结荒淫暴虐 使得国家内政不休 外患不断 百姓离心离德 汤见国家陷入这种境况 非常忧虑 于是把身边德才兼备 得贤达伊尹推荐给夏节 伊尹是商处重臣之一 元名伊之寅为官名 甲骨补子中 他被称为伊 经文中则被称为伊小臣 传说伊尹幽儿时 被遗弃到桑树林里 住在伊水边的有绅士 将他减去领养 并以伊为姓 伊尹身材短小 其貌不扬 成年后以耕地为生 地位卑微 但是他聪明勤奋 心忧天下 知向高远 喜欢研究古代 圣贤君主的市政之道 并注意观察社会 对当时的情况 做深刻的分析 他意识到下朝气数已尽 只待民主将士 取而代之 他见有身是国君 是个贤德之人 就想劝高举一起 起兵面下 但国君高高在赏 不是他轻易能见到的 于是他自愿沦为奴隶 被仅献给有生国君 后来因为精湛的厨艺 成为有生国君的专用厨师 有绅士国君发现 伊尹有长 才将他提拔为袍正 管理善事 伊尹则通过观察发现 有绅士也是夏宇的后代 与夏王室同处一族 有很强的血缘联系 恐难起兵面下 而且有生国力弱小 也不足以灭掉夏朝 后来 汤取有绅士之女为妃 伊尹觉得 伤汤才是干大事的人 早就有投奔之意 便借汤与有绅士通婚的机会 自愿当陪嫁奴隶 虽痛道商 当了汤的厨师 他想跟汤 提出自己的治国主张 便借汤询问饭菜的事实 以烹调五味为引子 江卫正知道 融入烹调菜肴的过程中 同时分析天下大事 提出夏朝无道 应取而代之 汤这才意识到 身边的厨师 是位有红彩伟劣的高人 当即免其奴隶身份 对他非常尊敬 汤把伊尹推荐给夏节后 伊尹来到夏朝都城 见到夏节 用古代的圣贤尧顺的人证 来感化解 希望能引导他改而从善 体恤百姓 以仁爱治理天下 可是夏节根本不理睬他 更不要说重用了 伊尹见无用武之处 留在这里也没用 于是回到汤身边去了 伊尹回来后 汤便正式任命伊尹为右相 在伊尹的辅佐下 商汤把主要力量 放在发展农耕 铸造兵器 训练军队上 很快 商变得更加繁荣昌盛 国力也更加强大起来 后来夏节为了讨好宠妃 莫喜见轻功 造谣台 搞得百姓叫鼓连天 大臣关龙旁 因为直言劝谏而被杀害 当时大家都尽如寒蝉 没人敢再说一句话 商汤却赶紧派人到夏都城 去挨到关龙旁 商的壮大 其实已经引起了夏节的警惕 于是便趁着这次机会 给汤灌了个 无视军王威严的罪名 下令将他抓捕囚禁在夏台 经河南宇州境内 商的群臣惊慌失措 百姓狠替自己的国军担心 这时全靠伊尹主持大局 他很了解夏节知道夏节是个酒色之徒 并且身边坚定小人环绕 于是搜罗了些珍奇艺宝和美女 尽献给杰 同时买通了夏节的亲信进尘 给汤说好话 果然汤很快就被释放回到了商 回到商后汤觉得夏节如此荤庸腐败 根本不能治理天下 于是坚定了起兵面下 取而代之的决心 在伊尹的协助下 商汤加快了面下的步伐 汤觉得时机成熟 想要发兵攻下使 伊尹建议他 先停止向夏节朝贡 看夏节的反应 到时候再决定发布发兵 结果夏节大怒 下令九一发兵讨伐商 伊尹说 现在夏节还能调动九一的军队 不是我们发兵的时候 于是商汤加一向节赔罪 并恢复了朝贡 静待进攻时机的同时 加紧壮大自己的实力 过了一年 商汤再次停止向节朝贡 但是这次九一的部落 因为不满于节的气压 已经纷纷叛离夏朝 不听节的调遣了 伊尹说 是时候讨伐夏节了 于是汤把将士们召集起来 进行发兵讨下的世事大会 他豪行壮烈地说 夏节残暴不仁 百姓深受其苦 现在自己是奉老天的旨意 才灭亡夏朝的 希望大家同心协力 推翻腐败的夏朝 汤在世事大会上的话 被广文书的官员记录下来 那就是上述汤氏 汤策马江场 先灭掉各国 吞并了下的十几个小蜀国和部落 进而带领将士们 攻破了节的羽翼侯国 唯国和故国 击败了昆吾国 这样一来 以商的都城博弈为中心 商的面积扩大到了方圆数百里的广大地区 接着汤率领着诸侯国朝下的重镇名条进发 攻打夏都了 商军很快逼近了夏都 夏国的百姓 早就想推翻夏捷的统治了 听说商军来攻 各个欢呼雀跃 纷纷积极响应 夏捷这时才慌了神 也顾不得饮酒作乐了 赶紧调集军队 双方在明条 金河南开封秋冬展开大战 商的军队 各个勇猛无比 势不可挡 夏军士兵 都不愿为暴君夏捷卖命 早就军心涣散 很多人临阵脱逃 夏军不堪一击 很快溃不成军 截剑兵败如山道 已经无力回天 仓皇逃入城内 带着墨喜和珍宝 突围逃跑 商军紧追不舍 结成这一只小船 渡江到了南朝 金安徽潮州 后来死在了那里 商汤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然后统一全国 登上了君主之位 他颁布了一系列人证措施 诸侯都愿意臣服 统治四百余年的夏王朝 就此灭亡了